嗨,我是阿里克斯,我中文名字阿里,我是乌克兰人,我在中国从2015年一直做户外孩子跟亲子活动。 画面中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乌克兰青年阿里是湖南长沙一家户外公司的创始人。 被称为孩子王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于2015年来到中国,并在此将自己的爱好发展成事业。 他表示,希望自己所做的户外活动能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让他们学到技能。 阿里说,他从小就喜爱户外运动,家乡的树林、小溪和农场都曾是他的游乐场。 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他曾在乌克兰一家公司任职,但渴望在新环境中不断挑战自我,了解不同文化与习俗的阿里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于是,在跨上背包游历欧洲各国后,阿里来到了中国,选择在许多中国人眼中的网红城市长沙发展。 一次偶然的机会,阿里结识了现在的合作伙伴,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阿里便开办了自己的户外公司。 他告诉记者,在公司注册经营的过程中,长沙政府部门快捷细致周到的服务让他倍感温暖。 阿里说,自己的户外营地时常会接待夏里营和户外体验团队,热衷于和孩子们一起爬山做游戏,去野外探险,寻宝等。 希望在游戏过程中教会孩子户外知识的阿里,有时会让他们意外发现自己是先藏在树叶下的假设, 以此来告诉孩子们遇到此类突发情况该怎样应对,提高他们解决问题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在阿里看来,缺乏户外运动,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等习惯,影响着许多城市孩子的身心健康。 清静大自然,在户外活动和游戏中,能让孩子们感受到快乐,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来中国的六年,阿里持续不断通过参加各种线上线下培训,积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开发适合中国孩子和家庭的户外项目。 尽管工作很累,但她非常享受这种状态。 其实我的休息下的时间也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也是休息下的时间。 如今,户外运动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健身休闲方式,这让阿里倍感欣慰。 她表示,近年来中国的户外产业十分繁荣,营地大幅增加,行业也日趋专业化。 但户外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同质化问题,做出特色是关键。 爱吃香菜,每天要泡一杯绿茶,偶尔也喝几口白酒。 如今,阿里已经完全融入长沙本地的生活,并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长沙的文化,风景,环境,当地人的热情好客等,都是她喜欢这里的理由。 她表示,希望未来能在长沙买房,组建家庭,将户外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她的课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